第七十九集 家属抓住我 哭哭啼啼地叫着 我 我老公抽出 抽得口吐白沫了 他声音很大 震耳欲聋的 可我来不及捂住耳朵 拉着他就往病房里跑 一进去 就看到病人倒在床上 姿态很怪异 四肢向不同的方向扭动 双手跟鸡爪子一样 扭成一个麻花状 牙关紧闭 嘴角流闲 脖子向后停 背往上弓 双下肢往后背勾 形成一个弓字形 十足一个阳巅峰患者 我知道 这叫脚弓反张 抽搐比较厉害时候会出现 他这个样子 应该是抽搐得比较厉害了 连意识都没了 家属一见这情形 顿时挖地哭起来 推开我扑过去 抓着他的手一个劲地叫唤 老公 老公你怎么样啊老公 你不要吓唬我 家里有老有小 都要靠你呢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他哭得大声 我也不敢耽误 冲过去抓起他们 搁在床头柜上的毛巾 叫家属配合我 来 撬开他的嘴 把毛巾塞进去 别让他咬到舌头了 家属鬼哭狼嚎的 就知道叫 老公 老公 你回答我 我本想自己一个人把他的嘴 撬开的 无奈他立即答 咬得太紧 怎么掰都掰不开 而他就知道哭 叫半天不动 我一时生气 怒斥他 别叫了 你要是能叫醒他 还要医生干什么 赶快过来打把兽啊 他被我劈头盖脸 骂了一顿 这才稍微冷静了点 用手被胡乱地擦干眼泪 过来帮忙 可他什么都不会 掰个嘴都无从下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本来就脑子一片空白 手忙脚乱的了 还要指挥他 顿时就有些力不从心 我们两个盲成一团 他却越抽越厉害 眼珠子瞪得牛大 牙齿咬得特别用力 脸上的咬肌整个都凸起来了 这样下去不行了 等我们撬开他的嘴 估计都把舌头咬断了 就算没咬到舌头 人也得抽死 我越加得慌乱 急得团团转 可是抽出病人 下一步要干嘛来着 打针吗 打什么药水 什么药水 可以让他安静下来 越急越乱 慌得手脚都在抖 家属眼见病人快不行了 惊慌失措地拽住我 你是护士吧 你快救救我老公啊 他快不行了 我倒是想救啊 可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救啊 我也快急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 病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我瞬间扭头 迎面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冲进来 看到他的那一刻 我差点没哭着扑进他的怀里 洛阳看了我一眼 立马将目光移到病人身上 眉头瞬间一紧 将我拉到一边 刺激过去查看病人的状况 他从口袋里拿出三四个棉签 整合到一起 之后从病人的嘴角里下滑进去 然后一翘 病人的口就张开了 瞬即又咔嚓地咬住 四个棉签尽数折断 不过倒是给上下齿音留了下位置 不至于咬到舌头 他扭头跟我说 去护士站拿两支安定 一瓶注射用水 还有留置针头跟注射器过来 快点 我飞快地点头 心里默念着他要的东西 两支安定 一瓶注射用水 留置针头 还还有注射器 反复地念 生怕把什么给忘了 找其东西 全部放到欧阳的面前 看得出他也很着急 可并不慌乱 还不忘安抚我 很好 给他打针 开通静脉输液通的 一会我要给他打安定 我依依照做 只是当时太急 打针又不是属手 加上他身体扭得厉害 抓都抓不住 所以打了好几针都没打进去 要不是打进去了 他一动 有个抽了出来 或者干脆插穿了静脉 等欧阳配好药 我的针还没打进去 他也没说话 接过我手上的针头 抓住病人的手 用力拉直 看准手背的静脉 一针就扎了进去 然后飞快地用胶部绑好 之后跟我说 把注射器拿来 我转身拿起注射器 给他递过去 他接过就拔出针头 将注射器接到流至针头上 将药水缓慢地推进去 推了一会儿 大概进去了五分之一 又拉出来 伸出手 安定 安定 你 应该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